爬上樓梯警方拉開大門進入民宅內 因為這裡藏有一名賭盤組頭 一一盤電嫌犯身上的東西 行進小心翼翼的 將手機和金融卡裝進證物袋 要帶回仔細檢查 警方分別在新北和新竹 逮捕兩名組頭 調查發現賭盤幕後經營者 來自中國還有東南亞地區 八月底時郭台銘才正式宣布投入總統選舉 不過非法集團八月初就蠢蠢欲動 開始在網路上開賭盤 前方在社團和賴群組上提供罪行數據 不過因為樣本數不多 讓票數一面倒 裡頭還附上內部民調看好度和好感度 給賭客參考總下注數超過八千 前方透過臉書社團散布總統 以及副總統選舉賭盤 並由國內的組頭負責收錢 從中抽成獲利 儘管臺灣的共犯已經落網 網頁卻還是照常經營 為了避免影響選舉公正性 本局主動追查偵辦 總統大選將在明年1月13號登場 今晚勢力卻已經大開賭盤 還找了臺灣幫手 機方活速抓人 不讓賭盤影響選舉結果 最新闻的筏 新闻